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细菌超标 病毒滋生 为何水芒可以百毒不侵 它们的体内究竟蕴含了哪种神秘物质 敬请关注 吃过虫 吞掉垃圾 变财富 近日 全国第34届爱鸟周活动在陕西省柳林林厂启动 并现场放飞了30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有着东方宝石 吉祥之鸟美誉的珠环 本次爱鸟周活动的主题是 关注候鸟保护 守护绿色家园 此次放飞活动旨在继续扩大野外珠环数量 对于保护这一宾威珍稀鸟类具有重要意义 你好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威 很多人把餐厨垃圾叫做干水 原因是我们中餐的餐厨垃圾有两大特点 一个是水分大 一个是油脂多 这就为处理它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今天我要给您讲的是这餐厨垃圾变财富的故事 在陕西西安有一家养殖厂 专门用干水来喂虫子 你肯定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虫子呢 它们不仅用干水喂虫子 还靠虫子解决了干水处理这个难题 并且创造了可观的财富 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来到了古城西安 其实这里有两件事情 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首先就是这里非常漂亮的文物古迹 第二点就是这里的传统小吃 提到西安传承了百年的小吃 其实不仅仅是国内游客非常喜欢 很多的国外游客都是慕名而来品尝美味的 但是时刻到来给这座城市 也留下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就是餐厨垃圾 据有关部门统计 我国是一个餐厨垃圾量较大的国家 平均每一百万人 每天所产生的餐厨垃圾就有一百吨之多 如此巨量的餐厨垃圾不仅造成了食物资源的浪费 也为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隐患 目前西安作为陕西的省会城市 每一天所产生的餐厨垃圾总量为八百吨 这么多的餐厨垃圾究竟应该怎么处理呢 想一想都觉得是件特别头疼的事情 但是我听说在西安当地就这样一个人 他是专门把餐厨垃圾喂给虫子吃 那究竟这些吃垃圾的虫子长什么样 他会不会像那些吃垃圾的猪一样 给人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呢 跟我一起去找找咯 为了把吃垃圾的虫子搞清楚 我们驱车行走了一个多小时 来到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部的魏南县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家生态环保企业的负责人 您好 您是武征吗 您好 我是李川 您好 您好 今年仅仅26岁的武征曾在英国留学多年 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 又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人工智能 然而如今他却从主修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专业 转移到了昆虫养殖领域 你穿上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养的黑水蒙 哇 这个看着有点恶心啊 它这个白的是虫子吗 对 白的就是黑水蒙的幼虫 然后这个黄颜色的这些 就是我们经过处理过的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啊 你不说我还不好意思提 那我一进来就闻着一股甘脂味特别浓 我是不太受得了 但是我看这些虫子好像没事吃的还挺欢的呀 是 对它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些气味 因为它本来就喜欢吃这种腐败的食物 是吗 对 水蒙学名亮斑扁角水蒙 是一种起源于南美草原的腐蚀性昆虫 水蒙的幼虫专靠腐烂的有机物和动物粪便为食 别看水蒙的幼虫身长只有三四毫米 但目前在国内乃至整个世界 水蒙的价值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经过分析以后我们发现 这个水蒙幼虫虫体的蛋白质和脂肪 是人类和学情很需要的 水蒙在世界研究领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原因是一方面水蒙可以处理参与垃圾 便废为饱 吃过垃圾后的水蒙还可以作为动物饲料 另一方面是因为水蒙在医药和农业等方面的潜力十分巨大 水蒙真的是一种具有如此巨大价值的昆虫吗 在专家的眼里 它似乎无所不能 但是现在我们更想弄清它与垃圾的关系 为了验证水蒙处理参除垃圾的能力 我们决定做两套试验 黑水蒙吃食物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呢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今天我们就来做几个小试验 看到面前已经放了人类尝吃几样可口美食 而这些食物也很有可能变成我们的餐厨垃圾 而在我们面前 哇 已经有上万只黑水蒙了 我们先将这个西瓜放进去 看看它要多长时间才能吃完 来准备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现在看到黑水蒙的桶子里 只剩一块西瓜皮了 各位看到这就是黑水蒙分解我们这个新鲜水果的速度 现在我们将实验继续来升级 来放进去一块难以消化的肉 我们从鱼肉开始好了 来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各位观众您能相信吗 现在只过了半个小时 您还记得刚才那条完整的预播给您看一下 只剩骨头了一点肉都没有了 这可是一条一斤半足的鱼啊 我的天哪 太不可思议了 这样我们再来试一试 人人都要吃了大鸡腿 看它们吃了多少时间 这一次水蒙也仅用了四十分钟的时间 就将一只完整的鸡腿吃得干干净净 那么仅仅几毫米长的水蒙幼虫 为何会有如此惊人的食量呢 它一天到晚都可以取食各种有机废弃物 所以它对废弃物的转化速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这样的话大概在八到十二天 就可以从幼虫变成用 水蒙进食的速度很快 但是它对食物也有特殊偏爱 在水果 鱼肉和鸡肉的试验中 水蒙吃掉新鲜水果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而鱼肉和鸡肉则分别用了三十分钟和四十分钟 看来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更符合它们的胃口 小小的水蒙食量惊人 但是比起新鲜食物 腐败发臭的食物又将令它们有怎样惊人的表现 细菌超标 病毒滋生 水蒙为何会百毒不侵 它们的体内究竟蕴含了哪种神秘物质 敬请继续关注吃货虫 吞掉垃圾 变财富 为了验证水蒙处理参除垃圾的能力 这一次我们将改用腐败食物来进行试验 各位看看这一勺 这个应该就是经过高温粉碎之后的餐厨垃圾 闻这味应该是各种臭鱼烂虾 包括各种剩余的蔬菜水果的混合物 鸡味我是不太受得了 看看我们的黑水蒙表现如何吧 仅仅用了15分钟 水蒙就把餐厨垃圾全部吃掉 但是做试验的我们仍不满足 这一次我们又找来了更加腐败发臭的东西 鸡的粪便 这一回水蒙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看到没有 这些鸡屎吃的都一点不剩了 这也太神奇了吧 武正我问你一下 像它这个也没长嘴 它是怎么吃东西的 它的这个口气跟普通的动物不太一样 它是会分泌出一种液体 然后把这种食物腐蚀掉 然后它再把这种液体再吸进去 你像我们这个餐厨垃圾吧 有特别多的细菌 像比如这个沙门氏菌啊 这大肠杆菌这些的 像鸡屎就更不用说了 各种病菌病毒都带着 那它吃了以后会不会 它自己身体里面有很多的病菌 然后包括产生更大的病菌 人接触会不会有危险 这个绝对不会 是因为在这个虫子的体内 它有一些天然的抗菌的物质 所以它吃进去的东西 会把里面的病毒全部都杀死 而且它吃完以后 它也不会携带其他任何的病毒 就根据这个特性 我们也开发了一些其他的产品 产品 对 就它还有产品啊 吃掉如此肮脏食物的水蒙 竟然还可以研发产品 还真是让我们难以置信 你穿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用 黑水蒙幼虫做的这个动物饲料 动物饲料 对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可以直接喂鸡喂鱼 然后甚至可以喂一些 这种高档的宠物 还有像这些 是这个黑水蒙退的这个皮 退的皮啊 对 这是做什么用的 在韩国他们把这个做成 这个缝手术用的线 这样子就做手术以后 这个伤口一个是不容易感染 第二个就是这个线 就完了不需要拆 皮肤就把这个虫皮就吸收了 不需要拆线 对对对 那这还蛮神奇的 这还有 对 就是我们人用的蛋白粉 这种是 因为它的这个昆虫蛋白粉 是对人的这个保健特别的好 那你说这个给人用的产品 也是拿那些吃垃圾的黑水蒙做的吗 是原则上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现在为了更安全 跟那个卫生的角度考虑 所以就是现在这些都是用这个干净的饲料来喂养的 饲料喂养 对 可是各位你说这个什么都吃黑水蒙还能给人做产品 这个太难以置信了吧 虽然武装十分肯定它的虫子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我们却不能完全相信 为此我们专程来到了位于武汉的华州农业大学 在这所大学的农业卫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们将请这里的科研人员为我们做水蒙食用安全和抗菌方面的实验 大家看现在在我手中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实验样品 在我的左手是黑水蒙的右虫 在我的右手就是餐厨垃圾 今天要对比一下两者所含的细菌的情况 科研人员在餐厨垃圾中取出一小部分作为样品 在对样品进行搅拌后取样 而对于水蒙幼虫 科研人员则把他们的消化肠道取出做样品 在进行搅拌后同样取样 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 餐厨垃圾的样品被放大了一千倍 各种病原菌和微生物便呈现了出来 而对水蒙的消化肠道样品进行放大后 我们发现细菌和微生物的含量似乎也不少 对于这个血蒙藏的微生物和餐厨垃圾里面的微生物 他们在显微镜下面来看 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发现 那么经过水蒙处理的这样一个餐厨垃圾 水蒙长大的微生物经过气候培养 经过一段时间的话 它的菌是保持肯定的 而它的这个没有经过水蒙处理的这样一个餐厨垃圾 它的这样一个菌是逐渐增加的 经过水蒙消化处理后的餐厨垃圾 它的病原菌含量真的改变了吗 我们对水蒙吃过垃圾后排出的粪便进行取样化验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菌培养后 同样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结果发现它的粪便中 病原菌的含量果然减少了许多 那么水蒙的身体内到底蕴含了什么神秘物质 可以让它们抵御各种病菌危害呢 水蒙它为什么自身不得病呢 所以水蒙经过我们的研究以后 我发现水蒙自身和它的肠道微素 共同产生一些抗菌钛 抗菌钛也是类似抗生素的一种钛类 蛋白质类的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菌作用 抗菌钛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 我们拿来人类极易感染的严重致病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来做实验 在做实验的器皿中 我们先放入一定量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液 然后在容器内选定的位置上 滴入了少量的抗菌钛 放入保温箱内进行恒温保存 24小时后我们惊奇地发现 滴入抗菌钛的位置周围 形成了一个大的翼菌圈 在翼菌圈所在的位置 金黄色葡萄球菌已被全部杀死 水蒙体内的抗菌钛 果然对致病菌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 正是因为水蒙自身能够合成强大的抗菌钛 才使他们在那么肮脏的环境当中 依然能够活得很好很健康 这就算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吧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水蒙的这种抗菌钛 借来用一用呢 武征用水蒙又创造出了怎样的经济价值呢 咱们继续参除垃圾变财富之旅 武征我在那参观过 发现这个黑水蒙确实特别神奇 像你知道现在有多少黑水蒙了呀 像我们现在平均每天会生产500公斤的黑水蒙幼虫 相当于是每天处理差不多5吨到8吨左右的餐储垃圾 那这么多的黑水蒙你怎么饲养呢 这个饲养过程其实比较简单 只要把这个温度保持在20度以上 然后就把黑水蒙的幼虫跟参除垃圾放到一起 它就吃它就24小时不停地吃就好了 就只是一直吃垃圾而已 可是我看到它这个盒子里面 垃圾吃到最后面变成黑色的了是为什么 对就是它那些就已经不是垃圾了 那是黑水蒙吃掉垃圾以后 它再排出来的它的虫分 这些就是非常好的有机肥料 变成肥料了 据武征统计 一吨的餐储垃圾经过水蒙消化吸收后 将转化成大约半吨的虫分 这些虫分经过干燥后 将用来种植各种农作物 它们是农作物极好的有机肥料 在距离水蒙养殖场不远的一个草莓种植园内 农民们又开始用虫分 为新栽种的草莓施肥了 不过上一批种植的草莓已经到了采摘期 我们爱好美食的李川 当然不会错过这难得的品尝机会 你发现没有 它这边这个大个头草莓是真不少 但是就跟我一样光长得高没有用 我得尝尝它什么味道 给你尝尝啊 它这草莓比较个头大 但是特别的绵软 而且吃甜中带一点点酸特别好吃 不错 水蒙的幼虫长成大龄幼虫后 接下来将转化成黑色的蛹 它们的蛹不会再吃任何东西 但是此时 它们却要完成最重要的蜕变过程 从蛹鱼化成成虫 这个阶段它们对自然条件的要求最为苛刻 而这也是武征掌握的最核心激励的技术环节 我听说这扇门背后有你最机密的东西 我万分地恳求你 我能不能进去看一眼 就一眼 好 这么爽快 给我进去看它 刚想说让你把口罩戴着 别说我不早说呢 太饿了 这里面什么味儿啊 那是 我们放了一些这个鸡粪 加上温度比较高 所以就 我的天啊 我差点虚拟根头啊 水蒙的蛹 需要在非常温暖的环境中 才能语化成功 它的成虫 个头大约是苍蝇的两倍 虽然外表与苍蝇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它们的习性却截然不同 水蒙的成虫 除了喝水之外 不会吃任何东西 它们也不像苍蝇那样 爱飞来飞去 水蒙的成虫 更喜欢在没有人类活动的范围内生活 它们停在绿色植被上 静静地等待着中意的配偶 然后交配完直 喂 吴正 我看到 怎么每个帐篷里面还放着鸡粪呢 因为它成虫交配完了以后 它喜欢腐败的气味 所以它一般产卵就显得产在这个腐烂的气味附近 这样就确保它的那个卵 孵化成幼虫以后 在附近就有东西吃 可是我这儿没找到它的卵在哪儿啊 你看这个白色的板 它就会把那个卵 把它的屁股伸进去 把卵产在这个白鱼板中间 有一个小的缝隙中间 这个看不出来啊 你们有拿出来的吗 有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新说的卵 你看这个中间 这些是吗 像胶一样 对 这一小块就是一对成虫产的卵 这里面就有五百到一千枚的卵 哇 这个太了不起了 水蒙的成虫在产完卵后 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 这时许多成虫都会死去 可是死掉的成虫 对于武征来说 仍然有很大用处 为了方便向我们展示 它把我们带到了 它的另一个生态养殖农场 我只好发现这些鸡 吃虫的时代挺快 这一小会儿的虫就不见了都 对 它们很爱吃这个虫子 我们每天都给它们喂 然后长时间下来以后 我们的鸡从来都不打抗氢素 它们也从来不得病 这么厉害啊 等一下啊 你想啊 这个黑水蒙是吃鸡饭长大的 吃鸡饭长大的黑水蒙 又被用来喂鸡 这总觉得怪怪的 对 其实这就是大自然 本来的一个规律 就是说本来的鸡饭 就是在大自然中 被各种的昆虫然后吃掉 然后再进入下一个食物链的循环 这有点像我们用 比如说我们的人的粪便 去招装甲是一个道理 我懂你的意思了 那这个鸡它生的蛋质量如何 我们这个蛋只要 我们平时就只要一打开 就跟普通市面上卖的土鸡蛋 它都完全不一样 这能看一眼吗 可以可以 新下的蛋我可以拿两个打打 好好 你说这鸡蛋确实有点不一样 我感觉它这蛋清 其实分两层的蛋清 然后包括你看这蛋黄 感觉比一般的蛋黄更扎实 而且颜色也更深一点 应该是不错的鸡蛋 你说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黑水蒙 能够这么最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今天也非常感谢武正 让我长这么大见识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辛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粮农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 由于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缺乏的现状 在未来几十年内 人类还将面临严重的食物匮乏 因此国际粮农组织大力提倡发展食用昆虫 而水蒙就是首批被大力提倡养殖的昆虫之一 而我国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当中也强调 要加强农业生态治理和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水蒙在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将会大有用武之地 随着科技的发展 水蒙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还有移动客户端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